大家好 我是劉奶爸 首先呢 在這邊告訴大家 我怎麼錄這段影片 這段影片非常簡單 我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 把它弄成一個小攝影棚 左邊一盞燈 右邊一盞燈 上面天花板本來就有燈 後面為什麼是白色的背景 純白的背景很簡單 買全開的圖畫紙 把它黏起來 完成 就這麼簡單 好 今天要來講的是 喔對 還有一個重點 錄影機 攝影機 品質要好一點 拍起來才會好看 燈光打過來 要打得夠亮才會好看 人要長得帥才會好看 謝謝 今天主要講的是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自己的網站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你的網站 因為牛奶爸平常在教的課程 不是網路行銷 而是教怎麼樣在網路上建構自己的網站 因為教網路行銷的講師很多 那比我厲害的人非常多 那我其實也是一個學生 一個在學習網路行銷的學生 那我自己在2003年的時候開始創業 那個時候很少人在談網路行銷 可是那時候我們能夠行銷的方式就只有一種 就是透過網路的管道 所以那時候 我開始做網站 然後銷售自己的產品 那時候也沒有Facebook 也沒有部落格 所以是土髮鏈鋼 就是把網站架起來 可是那時候有很多討論區 所以我那時候賣產品很簡單 我就到每一個討論區 跟我的產品有相關的討論區 就很像類似現在的 現在的粉絲專頁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粉絲專頁 其實討論區就好像以前的粉絲專頁 所以只要我找到跟我的產品屬性相當的 相關的討論區 我到裡面去留言 一般都會有很不錯的效果 只是我留言的內容都是跟我販售的商品有關係 而且能夠解決掉別人的問題 那在裡面跟別人互動討論 然後在自己的簽名檔 加上自己的網站超連結 這樣人氣就慢慢的過來 這是很傳統的做法 但是它非常的有效 那今天要講的是 怎麼讓別人找到自己的網站 我們要講的不是關鍵字廣告的 收費型的搜尋引擎方式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免費的方式 也就是SEO 第一招 我們要講的是搜尋引擎優化的秘密第一招 也就是說 讓網頁內容出現關鍵字 讓網頁的內容出現關鍵字 這是最簡單的原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一頁 如何讓別人找到自己的網站 怎麼樣讓別人找到你的網站 我們這邊整理了15點秘記 這15點秘記呢 能夠牢牢的把它記在心裡 在寫文章的時候 在更新網站的時候 我們必須記清楚這15個要訣 那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能夠把它應用上去 那之後呢 就能夠發揮它被搜尋到的效益 首先呢 我們先看一下 什麼是SEO 我們現在介紹第一招 網頁內容出現關鍵字 這是最簡單的原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片 網頁內容的關鍵字 如果這邊寫滿了 不是寫滿了 寫太多反而會有作弊的效果 所以大概寫五個到六個 在一篇文章裡面 這五到六個關鍵字 是你想要再搜尋 請被人家找到的關鍵字 這是最好的 網頁的內容出現關鍵字 就是我的商品的描寫裡面 譬如說我自己 以前是買郵件伺服器 那我的網站裡面就會寫到 本公司的郵件伺服器 提供某些功能 什麼功能可以去搜尋到 而且這個關鍵字 就是你想要被搜尋到的字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怎麼樣在網頁的標頭裡面 出現關鍵字 所謂網頁的標頭 就是那個 大家看一下原始碼 第二招 網頁的標題 就是head 裡面出現的關鍵字 這邊我們要看一下 這幾個原始碼 HTML 這是每一個網頁 我們按右鍵 第八招 網址提早申請 網頁實時更新 網址如果越早申請的話 你的網頁的SEO 是比別人還要好的 那你的網址如果比別人晚申請 那你還有一步可以比別人提升排名的方法 就是要勤於更新你的網站 因為網路上的搜尋引擎 它會定時來看你的網站有沒有update 有沒有更新資料 那相對的 如果你的網站每天都有去更新 那搜尋引擎就會很規律的 每天來收集你的網站的資料 然後你有每天去update你的文章 那這個網站至少半年後 至少每天都會有100個人來看 每天都會有100個人次來看 這是我自己實際的操作經驗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這個網站 我的遙控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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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